陈信瑜9880万挂卖一年 豪宅邻居6户早已成交 前总统千金陈信瑜 在8年前以8750万元 买下台中七七指标豪宅邻居方庭 37楼户从来没有住过 去年中加价1130万 总价9880万元 单价63万元求售 这笔开价的话 目前是这个社区的最高价 那这个社区的历史最高的成交 单价是每瓶57.7万 而且成交的这个时间点刚好 是这个耗载市场最好的时候 但如果要这个价格 要超过六字头的话呢 是比较考验就是这个买放的接受度的 那预计能够成功成交的单价 大概会落在每瓶57到60万 时间一年过去 从6楼到30楼陆续有6户成交 唯独他的房子还没卖出去 陈信瑜2012年买的连聚方婷37楼户 单价55.4万元 总价8750万元带两个车位 该户为帝王座相 可俯视台中市区美景 而且为社区高楼层一层只有两户 附近房仲向苹果指出 陈信瑜当初入手连聚方婷 是看中周边学区 打算将三个儿子送到附近贵族学校就读 孩子户籍也都迁入该房 不过陈信瑜买下并没有入住 根据售屋平台资料显示 该房现况人为毛胚屋 没有装修也没有入住 自去年9月至今已有6户成交 从低楼层的6楼 中楼层的10楼 14楼 17楼 到高楼层的27楼 30楼都有成交记录 单价从39.5万到53万不等 坪数108至113坪 总价待在5050万到7000万 根据实价登录显示 就会标注是否以毛胚屋成交 邻居方庭屋龄10年总楼高39楼 38至39楼皆为公社 共133户 到期传闻艺人百冰冰网月都有入手 目前社区但售户数超过10户 售价在5000万元上下 陈信瑜的37楼户 相较于其他邻居的成交价 一瓶至少多出10万 豪宅的区画时间通常比较长 大概需要三个月到半年以上的时间 那这笔豪宅的话 因为它开价比较高 再加上又是名人卖房的关系 未来如果交易成功的话呢 也容易引发大家的好奇 想要知道买方是谁 属于这种比较低调的高资产租群的话 要承接这种名人卖房的话呢 可能都会比较有过滤一些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台中七企豪宅的选择标的比较多 所以呢 在众多这个因素的考量之下 可能买方的接受度就会比较低一点 陈信瑜的豪宅 因为属于高楼层的合并户 具有相当的市场稀有性 但因为它的频数比较大 也早知它的总价跟开价呢 是偏高的 另外一个不会随便调整价定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屋主呢 的口袋够深 它能够支撑比较长远的路